今天超疼 大家好,我是王狗 今天是我們歸隱實路的第六集 對不對,是你們看得到的第六集 我們人要越火越往前 今天這一集比較特別一點 我是受到了一個電影廠商 叫做女鬼橋的邀請 他希望我到他們的電影主題中 闡述了女鬼橋 挑戰東海大學的領域奇聞 2016年5名學生集體死亡 警方認定是一場意外 所以你覺得才說一陣了 什麼傳說都有真實的部分 你要相信事情的表明 鬼影師 前面的集數呢 我陸續的去過了我的國小 剛好在裡面遇到的一群學生 就拍出了一些看似蠻靈異的照片 尤其是這個後面還多一個人 第二次的鬼影師呢 我們是到了聰明者上次纏述的那個山區 我們用寶貝來問說 是不是不讓我們進去 結果連續七次 給的都是肯定的答案 第三次 鬼影師弱 我是回到了五年前 我拍到靈異照片的地方 再度拍拍看會不會拍到什麼樣的東西 第四次 我就是帶著一群人 去到了桃園的廢墟經醫院 在那邊挑戰 結果貌似遇到了鬼大牆 門自己關上 等等的現象 後來第五集呢 就是網友投擺給我的鬼影師錄 但這真的是蠻酷的 大家有看到這幾張照片 這些都是我那天去挑戰拍下來的照片 當中 真的有一些匪夷所思的現象 這些是我陸續那天下東海事情的順序 我就到這個時間中 來跟你們意義的介紹 首先是這兩張 我當時到了第一站 東海大學裡面 也叫做東海湖的地方 據傳說 半夜如果走在這個東海湖 會遇到兩到三名穿黃色雨衣的釣客 坐在草坪上釣魚 但是只要當你好奇接近它的時候 它就突然消失不見 然後真的就是讓我想到 之前去拍符咒釣魚的那一 釣跟整個人自己釣下去 真的有一臉毛 重點是我那一天去拍攝的時候 整個它的區域 是完全沒有人 而且它的燈 還剛好在這邊 一閃 一閃 OK 現在我就是要往這邊出發 一個人都沒有 說不知名的釣客 就是會出現在這個亭 這片釣魚 那不然 你們看旁邊那個燈 他很喜歡自己按釣 另外地方它雖然是一個大學 可是我個人是覺得還蠻有feu的 在這邊走一圈 遇到不知名的釣客 據說這時候不能往上看 這個湖啊 雖然是沒有人 但我覺得很有很大的可能 是那種以聘傳聘 你知道嗎 東美田 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 蔣經國禁條 對 平常釣客就會坐在這邊釣魚 我就先在這邊自拍一張看看 來啊 三 二 一 這燈又亮了 好 我們就要停裡面拍一張好了 好 來 對 剛剛那兩張照片我會放到最後 有興趣的人可以再過去看一下 你會發生什麼狀況 那接下來這個第三張呢 它是全東海最著名的地點 女鬼橋 這個地方究竟有什麼神秘的色彩 就讓我來為你們訴說 你會發生什麼狀況 傳說在很久以前 看到了女鬼橋探險 結果他真的在背後拍到我們那一名 據說是女學生的影子 我們看一下影片 東海男大生就是不信邪 半夜來到東海女鬼橋 現在晚上十二點非常陰森 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邊走邊直播 只說沒有任何怪異感受 但觀看直播的網友卻嚇破膽 不斷提醒他趕快走 媽 原來是男大生後頭的樹林間 半空中出現這個白影 就像是白衣女鬼在空中漂浮著 嘴裡還呈現O字形 驚悚指出破表 網友嚇死了 要直播男大生趕快離開 那這個女鬼橋相傳 還有另外一個傳說 你走上女鬼橋的階梯 千萬不要邊走邊數 譬如說你邊走邊數的話 走到頂端一轉頭 你就會看到學姐的聲音 現在這就是女鬼橋的 很著名的橋樑 但是據說這個橋樑 是後來才重建的 後來我們這個燈還一直晒 走上那個階梯 然後轉頭就遇到那個學姐 現在這裡的氣氛真的是有點實際 還有那個山洞不知道是透到哪裡 洞海的學生可以描述一下嗎 前面這就是著名的這個階梯 然後我們走上這個階梯 看好像是有聲音 我們現在走到這個階梯 我們邊走邊數 看看會不會看到那個學姐 OK 現在走 1 2 3 4 5 6 4 4 3 好 剩下最後一步 據說我回頭 就會看到 那個學姐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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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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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7 8 7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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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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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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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